這個都真的覺得在跟誰接 如果也是單身很久的朋友 這一款 你推 就可以把你所設計的產品 在你選擇裡面做一個 發售 所以真的就是這個 對 C442 八婆飛行 嗨 大家好我是小禎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 五月份的全家新品 那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 因為楊現在在日本休假啦 要去好好放鬆自己 所以呢我今天找了一樣也是吃貨的 我們親愛的同事 哲哲 跟我一起來試試開箱 沒錯 不好意思 又說我們人 我都會自己自帶已知 你很棒耶 你很棒 好 那我們發布說嘛 開始吧 精量配方能量影39元 這個是新的能量影牌子是嗎 對 因為當時我們在看的時候 就發現上面有眼皮 喔 雅倫的部分 有帥哥就想說那我買一下 他這個上面寫的是 精量藍莓風味的 藍莓喔 對 是藍莓喔 對 是藍莓風味的 酷耶 這個味道我好像在哪邊有喝過耶 因為它蠻牛 但是沒那麼甜的蠻牛 欸 我覺得很甜 這個蠻牛它也是一個很甜的能量影 但是我覺得它比蠻牛再更不甜一點點 但還是很甜 對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氣泡飲的人的話 它這個是滿滿的氣泡 所以它會在你的嘴巴裡面 是很有層次感的在晃動 晃動 它可能就是藉由這個晃動 讓你整個人都醒來了 但確實有一點點藍莓的味道 但是不是水果感的那種藍莓味 那這個精量藍莓風味能量影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5分 我也5分 應該對調 藍莓應該就是橘色的 藍莓應該才是紫色的吧 是不是有印錯 但是我看到它上面寫了很特別的一段話 它寫五倍濃縮人生 對 所以會不會是透過這個人生 然後去提升你的續航力跟精氣聲 很多人會很怕重要味 會不會 我是一個非常挑食 然後今天怕人生味的人 但我基本上喝不太出來 沒有那個味道 對 沒有那個味道 因為它一樣很氣耶 然後它的那個氣也不會是像 你有時候喝汽水啊可可可樂那種 灌下去之後會那個很不舒服的那種氣感 會喝下去馬上就想要把這個氣環還回來 對我覺得還好 雖然它很氣 但是我覺得它的氣泡 其實我在嘴裡面可以感受得到 它是小氣泡的氣泡感 如果是想要充電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 熱帶百香果風味能量影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滋滋滋滋 6分 5分 我覺得它的口味比剛剛的藍莓更好喝一點 你比較喜歡這個 而且比較熱情一點的感覺 雖然它的配色有點怪人 千層胡椒拉餅39元 而且它上面是灑了白芝麻 對 很黏耶 裡面感覺就是有肉末跟蔥在一起 然後皮感就是很薄的那種 而且它其實有一點酥皮感 所以它其實在切的時候 它整個皮會整個飛躍起來 那它的內餡 因為有些胡椒餅的內餡 我記得是會比較緩解的 但是它這個就是完全跟皮是 比較黏貼一點的 黏在一起的 我很喜歡它的皮耶 雖然是叫胡椒餅啦 可是我很私心希望裡面是可以包芝麻那些 然後它做成甜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皮好好吃喔 真的有在退耶 而且因為我自己是南部人 然後我對於這種調味就是非常的重視 它的那個味道是很 我覺得是偏重口味的 因為如果你喜歡吃那種胡椒味重 然後裡面的蔥味也很容易搶出來的話 這個很推 然後其實我剛吃那四分之一 還會覺得沒有到那麼油 然後它的那個肉是已經切到很碎 基本上咬不太到肉塊的感覺 比較像是肉泥的那種 對肉泥感很強烈 甜家千層胡椒拉餅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9分 9分 韓國吉拿棒原味49元 而且在購買每一支吉拿棒 它很會附贈就是旁邊這一包 原味煉乳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把它打開看一下那個 扎實程度好了 看起來是蠻扎實的 你要加煉乳嗎 對我一定要加煉乳 而且我跟大家推薦 它是飛燕煉乳 就是我們小時候吃四果冰 或是紅豆牛奶冰 上面會灑一圈的那個煉乳 原來如此 超愛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那個波蘭嗎 因為我是一個不加煉乳的人 對對對你不太喜歡這種奶甜奶甜的東西 對對對這個煉乳就可以分給我們的凳子了 太好了 而且剛剛全家就看我們很喜歡 他就多送了我幾包 好那你來吃 因為來嘗試這種原味的 要不要乾杯一下 好乾杯 慶祝我的奶 我們還沒乾到 對 乾到了 乾到了 謝謝 好 這比較有嚼勁 這可能也跟我們從櫃子裡面拿出來 換一陣子有關係 應該希望會是外酥內軟 但裡面有點太軟 我自己覺得他好的地方是 沒有很重的肉桂味 因為我是一個怕肉桂的人 我蠻喜歡吃雞奶棒 可是我很怕點原味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怕那個肉桂味太重 但我覺得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沒有撒糖粉 因為我是不吃煉乳的人 因為我剛剛在吃的過程當中 大家有發現我擠超多煉乳的 我等於是在吃煉乳 可是吃到最後會發現 這整支擠拿棒的奶油香 有沖出來 就是他沒有被煉乳蓋掉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那種奶香 或者是奶油感比較重的麵包體的話 這個還蠻不錯的 然後因為我們看全家其實有出巧克力口味 對我來說 比起原味的話 我可能對巧克力更有興趣一點點 而且因為它是在那個嚴選的櫃子裡面 所以其實不是每一家全家都有 就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可能要上網稍微搜尋一下 就不要怕說特別想要去買 可是你卻撲空 嚴選吉拿棒 我們給他的分數是 7分 6.5分 熏塔蝴蝶棒腿49元 其實外表看起來就是一般的雞 但是煙燻感是蠻重的 然後這邊 這邊烤得比較熟透了 對 然後肉的話感覺這邊都是肉耶 那個煙燻感的味道很香耶 有沖出來了是嗎 但我覺得它那個燻香就是因為它真的夠燻 所以有些人會害怕這種木頭味的人 可能聞久了會頭暈 我看起來有點頭暈 原來如此 我喜歡耶 它外面烤到有點微硬微硬的那個嚼勁口感 然後裡面的雞肉是蠻嫩的 但我好像又沒有那麼的喜歡 應該是說我看到它 它真的外觀長得太漂亮了 我覺得它期待值好高 可是我實際咬的時候 它雖然裡面的肉是軟的 但是它沒有到那種很鎖汁 就它其實是比較乾柴一點的 它對我來說就比較像是那種肉乾 就是蜜汁豬肉乾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這樣薄薄薄薄的 會還蠻幸福的 然後它沒有那個汁 我會覺得海鮮 因為它味道夠重 而且我在想會不會吃吃 因為它是燻烤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把很多的水氣都給它蒸掉了 燻烤蝴蝶棒腿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五分 7.5 紫薯甘粒口味可麗餅59元 它一包裡面是有兩個這樣子 然後大家看一下切面 紫薯 對啊然後還有一些 應該就是它那個甘粒嗎 栗子 的部分 喔好香喔 真的有在那種日式店的味道 喔有耶 可麗餅出來了 對不對 怎麼那麼軟 沒有 跟我的嘴唇一樣 這個都真的覺得在跟誰接 如果是單身很久的朋友 這一款 你推 是不是因為它裡面包滿了紫薯 因為如果是可麗餅 它裡面可能是會放馬鈴薯 馬鈴薯比較容易讓食物硬起來 但是紫薯的話可能又偏軟 然後又放了甘粒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紫薯的味道還滿香的 喔真的而且不會再甜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外面日本店吃可麗餅的時候 它不是剛炸好酥酥的嗎 然後它下面會放一個鐵盤還是什麼的 然後其實你就會看到那個油會滿怕的 對 它其實這個外表會讓人家覺得它好像也很油 對 那其實吃起來實際上吃起來還好 真的還好 然後咬久了 雖然紫薯的風味是整體比較突出 但是你還是會在一些小角肉 捧吃到那個栗子的風味會跑出來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啦 只不過就是它那個口感上面這麼會讓你曬跳 我驚喜過度 紫薯甘粒風味可麗餅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8分 7.5 沖繩黑糖炸蛋糕89元 裡面就是4顆 然後外表大概長這樣 哇 裡面感覺是那種 黑糖 哇 讓我想到葡萄的黑糖糕 但是它感覺比較乾一點 等一下我們吃一下口感 它算是一個滿紮實的感覺 乍看之下啦 而且我一開始看到它的外表 我想說天啊 花鬼 很有發刀感喔 這個東西可以微波嗎 就是這個炸蛋糕 但是不能微波的 它可以解凍後即時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吃冷的 可以再用烤箱烤過 或是用油炸的 以即時的狀態吃下來 我會覺得沒有那麼特別 對 就好像我在全家7.5買了一個麵包 對 然後把它冰到冰箱裡面 再拿出來 好像隨時都會有這個口感出現 然後他說炸蛋糕 其實它外皮這樣吃起來 也不像是有炸過的感覺 對耶 炸在哪裡 炸在哪裡 它應該是炸我們 炸 我們被炸壞了 對我們被炸壞了 因為他說是黑糖嘛 其實我覺得吞下去之後 有淡淡的黑糖會跑出來 但是我會覺得它的那個口感上面 其實就是真的還好 那沖繩黑糖炸蛋糕 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三顆星 三顆星 清零雞胸裡賣麵佐野菜醬 99元 噢 麵底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種 一點一點的 很特別耶 對 然後它裡面就有甜椒跟 一二三三塊雞胸肉 然後還有 紅蘿蔔跟這個是什麼 花椰菜 好花椰菜 對花椰菜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它說的那個什麼醬 椰菜醬 喔 先來吃一下它的那個梨麥麵的部分 好那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稍微講一下我跟它的緣分好不好 OK好請說請說 因為之前其實他們這一個單位 就是我有跟他們一起合作主持過 然後它主要就是要去推廣跟食農教育有關的 因為台灣在去年2022年通過食農教育的圓聯 食農教育是什麼 食農教育就是鼓勵大家可以多多的 比如說使用台灣的農特產 然後更加了解說我們這一個食品怎麼吃才健康 就是讓同學不管是現在的學生 或者是其實長大的大人 對於我們自己吃的東西要更加安心 然後也了解它的就是產品履歷這樣子 一步一步 還有教育意耶 對然後他們就召集了很多人 然後來辦理了這一個比賽 然後最後呢它是高中職組的 然後你是第一名的話呢 就可以把你所設計的產品 在你選在裡面做一個發售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 對 也太厲害了吧 我滿滿心的感謝吃這一道 但是我剛剛又稍微看一下資訊 就是它裡面有跟豆奶有關的 所以你可能要是有心理準備 對我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豆奶類的東西 如果你也是會害怕豆奶類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 對參考我的 參考我的 我光看它這個便當 它的顏色就很豐富 因為有時候你顏色擺得好看的話 你就會想要吃 它是醬油豆奶對不對 對醬油豆奶 我吃得出來 但是我覺得沒有到特別不能接受 但是味道不會到那麼重 因為它還是有很多的就是 野菜醬啊去調配 而且我覺得它的麵吃起來 跟一般的麵條確實不一樣 會有一點點那個淋麥的感覺在裡面 是吃得到的 而且它的麵條其實口感很足 就是它是比較偏硬麵的那種 如果你是喜歡硬麵的話呢 這個會滿推薦的 我剛剛就是依序的吃每一個不同的蔬菜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蔬菜的那個 因為有些蔬菜味好重喔 紅蘿蔔味重的不行 可是這個它不會 我覺得它因為它跟它的醬料調配的 滿合適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 不管是花椰菜紅蘿蔔 還是我剛剛吃的那個甜椒 沒有煮到透 它還是保留一點口感在裡面 但是它也不會讓你非常難藥 因為有時候微波便當 就很擔心那個花椰菜會硬到靠杯 啊真的太乾了 嗯嗯 雞胸也就是那種超三微波的雞胸的那種口感 不會讓它太差 我覺得這個好吃耶 我也覺得蠻好吃 而且我覺得好像在了解它的背景之後 我覺得這東西太有意義了 而且它的那個雞胸上面應該有撒一些胡椒 有有有 所以我覺得它有不一樣的風味在裡面 還蠻不錯的 它那個胡椒其實有一點馬告味耶 就原住民的馬告味 對我覺得好像也融合到台灣蠻多的多元元素 好 我必須說一下我們 真的沒有椰杯 梨麥麵佐椰菜醬我們給它的分數是 8分 9分 那我們這是五月全家新品 我們的MVP是 登登 我的是胡椒拉餅 啊我的是這個 清零麵佐椰菜醬 這個東西真的是要很支持一下耶 沒想到一個美食開箱的節目 到時候變得那麼勵志 沒想到我們節目今天製作的教育意義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五月美食新品 那你還有吃到什麼好吃的東西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就這樣子 再見 拜拜